陆生前进美国 文化冲击会插出怎样的火花 大陆留学生赴美热潮加温 几乎每四位国际生当中 就有一位是大陆留学生 抱持这种想法的大陆高中生可不少 根据2013到2014年的最新调查 大陆留学生比例占了美国国际生总数的31% 也带动许多校园周边商机 不止银行出现会说华语的员工 针对亚裔学生的服饰店 餐厅和茶馆也都出现 迎合陆生需求 虽然让子女到美国念书 平均一年要花上百万新台币 但是对于望女成凤望子成龙的大陆父母 口袋够深根本不算什么 虽然陆生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但也有人批评 有校方为了增加学费收入 拼命招收国际学生 损害本地生入学的机会 该怎么平衡校方可得另想对策 记者石立山综合报道